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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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中华民族的精髓 还是我们世界的财富 首先 我就不多讲了 在正式开始以前我们还请到了罗大学我们中国的律师在这边 一会儿我们也向他们相关的观众一一介绍 首先请华官长来先谈一谈 华官长您在这里面已经在美国非常繁忙 我们每天时间标都是非常紧张 通过这几天晚上看过来 您的感想是大学学生的方法 幸福我今天晚晚了 那我就简单来到普渡 这部大学是感觉是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学校 就是因为我是一学家 先从世界上来长大 但是但是理科在美国也是很厉害的 据说我们很多的先辈也在这里留学 而且对于严格的说我们的一些高科技的画人 我们在这个学校早期 这些留学是有教育的 今天能在这里展示 在河南曾经工作过 20多年的独立方先生的画作 这也是我们想要 每个理科学 而且在物展上 在这个主题店上 都是非常好 这是 谢谢黄管长 下面请 古读大学的 黄吉英教授 黄金教授特殊介绍 因为自私画展的所有的 我们的细节 和画作的一些撰写 都是黄吉英教授的亲笔 传写 做了很大大量的工作 而且都是一个英文全新的 让西方世界 给中国绘画 让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观众 想能去更好的 公正的 还有冷静的 去了解中国绘画 做出了很大的空间 现在请黄教授 谈谈自己的感想 是 非常高兴 这次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首先我们是有董二位先生 正好在这儿 然后他在他父亲的收藏方面 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把在国内各地的收藏品 他的画作 收藏在他的自己的家里面 那么当我知道了这件事 那么我自己学过一点点美术 算是班门弄斧 不过主要是希望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虽然我做的很不好 中间还有很多的可能会甚至有错误 但是希望借着这一点基础呢 能够引发大家的兴趣 让大家来一起讨论 指出错误来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样子 把握的目的就达成了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特别高兴 就是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是从大老远的河南赶到这儿来 把我们一块来讲解这次的画展 给我们解说这个画 里面每一幅画的精髓 那我们很高兴看到有专业的画家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美术馆的工作人员 来给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给我们做更深一层的介绍 那么下面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我们就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们一块学习 谢谢王教授 我刚才想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王教授提到了画廊这个词 英语叫gallery 但是如果直接翻成中文来讲 叫画廊 也许在中国大陆的理解上 认为是具有商业性的操作里面 但是在美国的画廊里面 有两种一种画廊 就是工艺性的 以教育推广性的 像在普通大学的画廊 我大概有三个画廊 这是我们中间一个是在校园中心 学生老师是广为 平常在这里来看画展的地方 是工艺性的 是教育推广性的 也就是说呢 和普通的单纯的 我们讲的私人画廊 商业才好吗 是完全不一样 我不同意 不好意思 这个三位嘉宾是我们 河南美术馆的 年轻有为 我们研究学术 我们学术推广部分 高敏先生 我对河南美术馆非常赞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觉得河南美术馆在全国来讲 学术推广方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 花旁 花旁长带队 还带领我们年轻人 尽量的 美术推广教育 不光是仅仅一个展览 而且展览的前夕展览之后 需要做学术研究 这样子 我们才能广大理解 美术 理解绘画艺术的艺术 我们这个河南美术馆做得非常好 那么 高敏先生 您看了您的感想 好的 就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国内呢 对于中方文化 做出去 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和探索 就是如何让一个我们传统 优秀的这种中方文化 能够汇集更多的群体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呢 就是我们国内 就不断地在尝试在努力 但是呢 就是说一个好的 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很好的一个文化也好 艺术也好 是不是就是别人一看就很容易接受 由于我们的文化的差异 各个方面呢 所造成的这种理解的不同 所以我们在实行这种 这种优秀文化互想 互会的过程中呢 需要我们做出一些努力 有时候还需要在方法上做一些探索 像今天这个展览 我觉得就很好 就是我们展览中 可以回到公众的理解和接受 和它不同的文化背景 如何去理解一个 对我们中国传统的绘画也好 在当代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呢 绘画的改变也好 以及它如何与西方的艺术相通 它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对人类所做通的一些 积极意识的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展览中 可以受到一定的歧视 也令我们很舒服 也感谢这次化展的很办法 谢谢 谢谢 谢谢高先生 那么这次化展的主题 刚才我已经提了 叫中国绘画 我很感谢画文 因为原来这个题目 我就叫中国画 不然说这个不好 你要加上中国绘画 这个中国绘画 你给这个词也很下载 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学问的 所以说我觉得 我就说过来 我觉得我也非常寂寞 我们把这个题目 改成中国绘画 就是中国绘画 到底是中华民族的 本身之身的东西呢 还是世界的东西 这个问题 已经讨论了很久 但是我觉得 在尝试一下 我没有把这件事情 说清楚 那么 黄本岛是在中国国内 是中国主要的 河南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主要的 美术馆 而且 经常下基层 我们来讲 我就是说 到河南的乡村 下基层 支援 武艺养术 去教育 也就是说 对低层的 广大 我们讲 普通老百姓 对一属认识 他非常了解 不仅这样子 还一般高层次的画展 而且 河南支持 我们河南的 广大的文化工作者 走出国门 从美国到欧洲 去参观学习 所以这次的 方文长会 我们大家提供 非常非常好的 好的 这个见解 那么 王教授呢 是 王教授是 是台湾福人大学 比较文学的高材生 英文学的高材生 英文学的高材生 到了美国来以后 是学的艺术 是art history 艺术专业 而且又做了博士的 比较文学研究 对古典 尤其宋元时期的 明朝 实际的研究 是非常深的 他到了美国 已经有二十 超过三十年了 超过三十年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题 叫中美的题 也就是说 王教授是个非常非常非常 合适的一个全员的人 可以再讲 他从台湾到了美国 而且我们也想 回避到 我们讲 中国合法艺术当中 对他对 他到美国来 对 提供从美国 这个艺术的角度上 去怎么去理解中国画 我觉得他会提供 很高很高的一个 一个见解 那么高敏先生呢 是毕业于南京 艺术学院 我觉得非常谢谢 我觉得 还是包括你们 河南美术馆 这样的发展生活 我替你们高兴 我替你们高兴 因为 这个小高 跟我讲 他以前研究西方艺术师 但是他跟我讲 他在加西洋府 他觉得河南有很多 很多东西可以去挖掘 所以呢 他决定他在想 找挖掘河南 这些画家的 潜在艺术的活动 包括最近他们做了 非常好的 有一个发展叫 六铁华木合展 在相关印记上 强烈的反响 很多人以前 不知道六铁华 但是后来 经过他们的推出 是公正的 冷静 而且从务实的角度 退化 六铁华推出来以后呢 在相关印记上 很大的反响 但是这里呢 这个我们的贡献 也是离不开 学会最网顾的 学会最网顾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三位 可以说我们最上的高兴 感谢他们到这里来 另外我想提到我们的 中国留学生 这可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他们要 在那边以后 我们看看 大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在 在中国高度经济发展以后 尤其在07年08年以后 过得我们这一台 新的一代的卫生 那我们 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叫新的一代的卫生呢 大家可能知道 从 我们在 在民国开始 就是说 在中国 在解放前 民国开始呢 我们有大批的 学生 走出国民学习 包括这个学校 曾经 梁山一星 邓家先 曾经在 1950年 我们可以拿到物理学的博士 从文庚普渡大学 后来我们在 直接改革放以后呢 八十年代初 一到八九年 我们有一批 我们叫 公民费房的学者 有些人留下 也行回去 后来在 九十年代初 又有一批 大陆的 我们叫 拿想奖学金的 这些学生 但是他们 多数 都是理工科的 学生 所以说他们学科技 学自然科学 修理工科很多 但是呢 这一批呢 我们在 零万零五年以后的 预生 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不如大学 现在有五千 将近五千名 中国留学生 但是学的专业 非常广泛 而且 随着我们的 经济发展 我们逐渐发展 我们逐渐的 各个家庭 可以 有钱 去支付 去支持我们的孩子 来到 做出国民学习 也就是他们 我们讲的 他们不需要 九十年代 也可以 安安心心的 也不需要 去 做 我们讲 打分工啊 做安安心的学习 这是个很大的突变 而且刚才我跟一个 学生在讲 他学是清理学专业 而且我们今天 我们主导的 这个主播人 他是学艺术与设立专业 就这样看来 从理工科的过渡 一直到我们人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 这次呢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说是 两代或者三代人 正在一起 来解读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可以说是 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可以这样说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再提 几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华国长带队 王教授解说 我们再根据 化的实体 来去理解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去 怎么去理解 中国绘画是 民族的精髓 还是我们 还是世界的才能 那华国长呢 您走的世界 很多国家 包括您 到欧洲啊 还有 还有这个 您到的其他国家 那么在 您觉得中国绘画 在世界上推广方面 您觉得做出了哪些贡献 而且 从现在开始 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 固定点在哪里 其实 今天这个主题 我当时其实是很简单的提出了一个中国绘画的问题 但是呢 今天其实这个题目啊 不矛盾 就是我说 不矛盾哪儿的 中国绘画的精神 也是中国的精神 也是世界的财富 在这个主题上没有可变的 这是 这是 这是一致的 是 这个主题 应该 再往深入地说一下 主要说的是 就是我们推广 而我们中国绘画的推广和艺术的推广 我个人认为 应该 它现在 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是什么呢 我们过去的推广 老拿我们中国古代的艺术 来进入西方的推广 和我们一些地域性的艺术进行推广 它真的没有展示我们中国当代的艺术 我们当代的艺术是什么 这个没有 那这个当代艺术是什么 就转换过来了 就转换到像类似董于芳在那个年代 是吧 它是我简称70年代以前吧 这是它的高峰期吧 是吧 那它其实那一代的我们的艺术家 已经开展了 对中国传统的绘画 和接受西方的绘画的艺术 形成了一种融合 然后产生了一种自己的风格 来表达了那一段的我们中国的历史 我们中国的建设和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样如果那时候也是这样出来交流 我们西方的观众和世界的观众 就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 因为艺术形式是离不开政治 经济科技这个发展和发展的 你老推出我们传统的东西出来 那是文庚社会的艺术形式 不是当下的我们的艺术社会形式 其实我们中国的绘画和艺术很早 都有中西方的绘画 比如最早的丝绸之路 包括我们的瓷器 大家都说中国是个瓷器大国 其实大家都知道青花 那个材料就是从西域引进过来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融合 我们不能单看这个瓷器是中国的 但是那个材料 艺术是西域的 我们的动画都说是我们祖国的 伟大的艺术的财富 甚至于是明珠甚至是高峰 其实那时候他也建设了西域很多的绘画 色彩啊包括一些造型啊等等 那个石库我们伟大的石库 也不管是隆美也好 这个大同的石库也好 云港的石库也好等等 这些都受到了印度 包括布罗马掉出了痕迹 那我认为融合早就开始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 非得要推广我们所谓的传统的 这样的不利于双方共同对美蜀的认识 不能了解我们这个东方的大国的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科技的同步发展 那应该一推广我们当下的文化为主 这是我对推广的看法 因为精神和财富的能力法在这两边 所以这个展览它做得很好 做了这一段我们从转换 从民国转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段我们艺术的改革 艺术的创新和政治经济这种建设的融合 产生了一种艺术形式 我认为这个顺点选得非常好 谢谢 王教授 您在美国教书数十年 刚才您在提过研究明代的 当然我给您通过您教授 我觉得您的宋年的话也是非常有研究 精神的研究 所以说的您很谦虚 而且您又参与整个画展的英文的写作 而且是从非常专业角度上推出来 您教在美国教中国古典艺术 在教艺术室当中 您教在美国 您觉得作为在我们西方的这种高度文 我是在美国的学生 对中国的艺术哪一方面他们最感兴趣 或者是哪一方面他最不理解 或者是哪一方面他最难教 给您讲一下 好的 那我只能说我是像美国的俗话 我只有一只脚在艺术领域里面 平常的专业是还是教中文 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设计的时间 精力还有所做的研究是非常有限 那么我只能简单的讲一讲 我个人还可能是比较印象式的一些感触 那么我在葡萄大学在这里教中日美术史 教中国美术史 那么因为限于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影响 只能每隔一年开一次课 那么在开课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生是有少数的中国学生 另外就是美国学生和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 我们主要原来我讲的题目就是从大概从一开始吧 那个应该说是从新时期时代 一直讲到清朝 大概讲到清朝过年 那么我希望以后 我对这次画展的一些了解 所做的一些简单的研究 能够更多的深入到当代来说 那么关于介绍中国古代的绘画给我们的同学有几点是第一个 就是绘画或者其他艺术 我们这个不只是要介绍绘画 我们其他的像是工艺美术 建筑 陶瓷 雕刻 在我们的课堂上都要设计 都要介绍 那么这些东西呢 因为美术是一种共通的一种视觉享受 我想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出来 任何一个人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 站在前面都会感受到一种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共鸣 都会有一种非常热切的响应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范宽的西山行李图 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十岁到十二岁的样子 那幅大画是真正的让我完全震撼住 那么就是对于一个年纪还很小 基本上是不懂中国画的一个孩子来说 这幅画它的震撼力是乌于伦理的 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就是对于艺术的强烈的感受 虽然在台湾的时候我念的是英文系 没有机会学艺术 到了美国以后有一个比较有弹性的环境 我就开始希望能够上一些艺术方面的课 但是因为毕竟是在无国图以外 在这里能接触到的能学到的还是很有限的 那么我们在学生的学习情况下 我感觉到跟我自己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困难 那么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因为他不是中国人 不是在中国环境里头长大 也没有在这个文化里面有比较深的浸润 所以一个更大的隔阂呢 应该是文化方面的隔阂 像我刚才说这种视觉上面的感受 是很直观很强烈 这个大家都有问题 但是我们进到了宋朝后来 尤其是圆明清的文人化以后 对于学生来说就有一定的障碍 因为在这个文人化里头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文人在里头放了很多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可以说是符马在里头 比方说这个村法是米家山水 那个村法是王鹤山桥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 我可以告诉他 这种村法 这个叫披麻村 我们可以追溯到董元 这个是雨点村 我们可以追溯到米元章父子 但是呢 在背后的这个深意 我们课堂上的时间就不允许我来建设 那么学生自己他也看不懂 因为这个后头有很多的书法 还有当时这些整个的文人跟他的整个大环境 他做官的情况 那么他这个文人一生的 或者是顺遂或者坎坷 这个都有关系 那么元朝的时候 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村法的概念 基本上形成了 而且形成了几个很明显的不同的路数 比方像是黄公旺的村法 那么就是元朝四大家各有各的村法 那么是在这个东西里头 你要跟学生解释的话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文化的内涵 必须包括在里头 那么到最后 为什么就是文人画 对于学生来说 或者对于国际人士来说 比较难欣赏 我们常常会觉得文人画 看起来千篇一律 都是一个样子 那么昨天画馆长也提到 就是这是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就是到了明清之后呢 变得非常诚实化 那么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画家来说 他追求的正是这个诚实化 我要能够把这个古人给我造成的这个传统 用我自己现在新的诠释 非常完好的表现出来 这表现了我的功力 表现我能够继承古人的这个好的传统 但是对于外人来看呢 就是缺乏炒心了 那么这个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就发现走个无路了 似乎是走到一个那个死巷子里头 所以我们看到清朝的中年的时候 四王是走的一条路 这个事也是工程里面很鼓励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民间的话 就另外还有四僧 他们的路子就比较自由的多 也在笔法 或在末法上面有很多的创新 那么这些时候 有些学生是可以感受到的 像八大的这种挥洒自由 像是这个石涛的这种用墨的这种震撼力 那么有些比较敏感的学生 他可以感受到 但是就是这个背后 就是石涛提了什么东西 这个万点恶末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是这个八大提的这个东西 它这个鸟的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这有的我们可以讲得清楚 学生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有些呢 说起来学生觉得有点隔膜的 那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教学方面有些东西对于推广国画 推广中国画 那么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如果说我们停留在古代的文人画的时候 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 说不清楚 那么学生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全接受 那么刚才画馆长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意见 也是从中国近现代以来 每一个中国画家 每一个国画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国画从这儿往哪儿走 我们前面这条路怎么走 我们是只画给中国人看 还是我们要画给更大的一个广大的群众看 如果我们要把世界 把这个更大的这个群众给包括进来的话 我们怎么样震撼他们 怎么样感动他们 这个是一个现代的课题 谢谢王教授 正好接着您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画的主题或怎么画 也是涉及到学术推广的问题 正好坐近旁边的高明先生 我们就做了是河南民主馆的学生推广国的主任 那么他跟我讲了很多推广的例子 也就是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推广 河南南画家包括版画家 包括版画家 包括水塞画家的一些作品 而且昨天我们在谈 在交流当中呢 我们讲到很多国画馆的免费开放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研究 我也在研究这个收费 这个门票收费的问题 我是去旅游艺修贤专业的博士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 因为国外涉及到旅游之前的这个大部分 所以说我也很感兴趣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免费开放以后 我们吸引中国的观众来吗 还是观众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不收费的 我们收费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会把这些很多客人挡在门外呢 那么 高主任 高主任 您想 首先您想 您想 这些年来做在河南美术馆 学书推广 学书推广做的哪些活动 而且 在推广中 遇到哪些困难 您想 或者是 或者是哪些问题 您今天可以讲的 好 好 因为这个华老师 王老师 都是 都是这个前辈 我今天才是属于冒昧的发言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 因为美术馆是一个 艺术和公众之间架构的一个桥梁 就是说我在美术馆工作的经验告诉我 有时候很好的艺术 观众不一定就能够理解 这里面存在着一种 就是 有信息的不对称 也有理解上的差异性 就是好的 不一定就是大家 都一定能接受的 这也是美术馆工作的价值做的 美术馆要做的就是 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好的 为什么好 以及让他想到更多的 更自由的 他的理解力 创造力 让他有所收获 而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很多的困难 你比如说 我们 刚才两位老师 谈到的中国话 中国话呢 就是我们 广义上来说呢 他应该是 中国的绘画 就是包括很多 包括中国的绘画 等等等等 等等 包括 狭义上来说呢 就现在 我们所指的中国话 实际上是一个 狭义上的绘画 特定是中国的 文人精英阶层所创造的 尤其是 我们后来发展到的 我们所谓的 文人绘画 那这样的 就是一个 不仅对西方人来说 很难理解 对中国人来说 实际上不是特定的阶层 也不一定能够先上了 比如说 这个话 为什么好 怎么好 它看起来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我专心训练的主要 一般的文人来说 他也不一定了解 这里面 比如说 刚才王尔提到的各种村坡 其实这种 文人画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是说文人画不好 而是它在过程中 逐渐的强调了一些 程度化的手法 随着它的发展 各种村坡 也是根据当时的需要 匹马村 抚皮村 它是根据山绅结构的需要 而产生的 所以文人中间 它也不断地在创新 在传承 就是我们在理解传承的过程中 往往有时候 我认为有些艺术家 可能比公众的 制约性还要强 比如说 有时候 通过讲解 通过沟通 有些观众很容易 他就理解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一个变化 有些艺术家 不会更能理解 我说 因为它对这个 所谓传统 所谓过往的一个 既定的成员方法太多了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社会 发生的变化也不一样 就是你再用传统的一些 固定的外在的形式去表现 而不略了传统的精神内核 那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很格格 就像董银康在 那个特定的年代 我们青春国城里以外 整个的社会 就处在一种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中 你在那个时候 如果画一些文人影视 它显然 你那个时代 那个社会是格格不入 那如何表现这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工地啊 汽车啊 你用传统的一些既定的存法 你肯定要再创新 再做一些别人的技巧 是吧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描述都市水墨 画高楼大厦 都市生活 那你还要有一些 在我们中国绘画的特研 你还要做当代的创新 这一点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要反对传统 而是要继承传统的精神内核 而不是被传统所舒服 要把握传统的 不是不被传统 都怪掉的一些具体的 实物法所舒服 从我学西方艺术史 我认为 西方的现代艺术实际上 它对中世纪艺术也有很多的这种继承 就是说 它看来是一种是一种反叛 但是它实际上也没有脱去 它文化的真正的根 中国的绘画 它有它的根底所在 就像我们今天唱东方后期的绘画 完全绘画的手法来说 都是一些细化的手法 包括水彩的运用 但是我相信 一个美国观众在这看的时候 他仍然不认为 这是一个东方艺术家 因为这就是它的细脉所在 它的文化的根 就是它没有过多的说 一定要去讲传统 但是这个传统 其实已经在 我们所要做的是 不要过于去枪化的事情 使它变成僵化 这也是我们在和公众的沟通过程中 向公众探谈一些理念 让公众我们更多元的 包容的去看待一些文化和艺术 能够封锁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局限我们的生活 是这样的 谢谢高主任 我在最后每一天再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 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很多 我们再慢慢的 我们再走一走 那么就万长 刚才高主任 我讲述 你说的 废话时间 东一放到后去 我记得很清楚 在快展的酒杯里的时候 已经被很多人围入了 而且可以说 折战群炉 比如说 很多 尤其年轻的代人 很多事情 不理解 尤其是通过艺术的形式 表现现实 不理解 我觉得你折战群炉 有场面热乎聊天 而且是双方互不相让 就是 当然我们都不知道 谁是输赢的问题 就是说 您看着这种差异来讲 我觉得您很有可能的反处 也是彻也不明 我听说您还晚上 为了睡不着 这还吃今天药 整个 然后 听说睡得很好 我接您的时候 你还没有起床 就是因为谈论的太兴奋了 就是说 这回您看起来 您怎么想 您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或者说您觉得 哎呀 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就是让大家 普遍地去 从艺术当中 立着生活 立着现实 嗯 所以这个艺术它很重要 因为它没有 人的照顾 这是 这是 一个共同 我们人类共同的 一个绘画的一面 所以 艺术之 之所以伟大 就是它不用 那么烦 那么烦 就像我昨天到美术 看到米勒的一张 推草车的一个男人 令我非常的感动 我转断了很长时间 我就反过来 我就有点反思 我们董一方先生在这儿画了一个大坝 我们三峡这样的大坝里 引起了一些我们中国年轻 零学生的不同的看法 那我就在这儿想 我们的绘画描绘了生活 描绘了社会的建设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那就是第一 是一种政治里面上的一个隔膜 就是看年轻人来 或者年轻人他在国家时候受到这种教育 但是国民也出现了问题 那我就在想 这个米勒的描写一个农民 推了一个草车 进入他的这个 等于他的库房 或者是为他的佳琴的 或者为他的生命 罗马的库房里头 那当时也是很违背的 因为过去欧洲的古典会画都是画宗教的 你怎么突然画一个农民 我认为大家没有这样想 那他也是非常反叹的 那我们今天我们不画田园生活 我们不画脱离史戴弗那种脱式的思想 所谓自己认为的高压 那反映了当时的国家的一个建设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为什么思维不正常 那就因为你讲艺术 那也要联系到我们的建设和一些政治意识 他认为建个水坝是破坏环境 这样描写是不对的 他没有想到一个农业国家 他为了几亿人口的我们生活的提高 要建大坝 有发电 有治理黄河的对我们下游人类的伟害 他没看到这个中国 他是用现在的思想来看过去的历史 那这就出现问题 所以你说到舍然屈辱 我是要跟他讲这个道理 我们人类在发展的自然的高科技和工业水平能达的时候 都要建大坝 美国也建大坝 中国也建大坝 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建大坝 是不是 我认为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的语言 汇坏语言 要表达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展览 我们要注视得清楚 让外行人来看到是那个时代的 刚才我们又回过来讲了 那是专业上的 我们专业上的一种汇坏 汇坏的方式 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中西结合 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 能表达我们画家对社会的感受准确性 这是很厉害的 那你肯定传统文人画那一套 肯定没法准确地表达四九年以后的中国 这是肯定的 是吧 其实西方的绘画也介入了东方的绘画 比如毕加索他们印象班 受到非洲的艺术和东方艺术的影响 但是这个没人提这个问题 嗯 我都纳闷了 那我就是说 你说我为什么生不着 是吧 那我有思想啊 我就想啊 这是为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一些政治的缺陷和导向 这是个错误 好像我吸收东方的艺术理所当然 我们做西方艺术好像是会有这个性的状态 好像我们一吸收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他其实他没了解历史 我们的祖宗 刚才我讲了 早就吸收各地的艺术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纯种的一个艺术 这是我表达自己的一个观念 谢谢王文长 非常精彩 那么王教授呢 我们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从所有的介绍的写作 包括中文中文 我们所做是他在服务了这个非常大的辛苦 而且是我们教授了很多很多次 就是希望我们少出错误 因为我们就作为学者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非常对这个写作 对这个传达非常严肃 那么尤其今天王館长和高等 我们这部问题呢 谁是策展人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中文上在中国大陆 我们觉得一个画展肯定是有一个策展人 一个人 很少说一个策展人出现一个团队的情况 那么这次呢 我们并没有说到底是谁策展人 为什么这样呢 刚才一个时候我们说的 我们就想把 怎么把这个中国话推出去传播 用普通的语言 让美国的这个 我们叫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 理解中国话的这个进程 所以说我们沙飞肯定想了很多很多 这个题目 你看上面的题目就是叫 百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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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说 我们又用了很文的一个手法去写 那么 那个王调的民想里面就是说 这个想法是当时我们在企划的时候 这个想法是怎么突然灵感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对这个整体的画展是个非常合适的题目 您讲一下吧 好的 是 那么我想我现在先简单的做一个想想的角度 就是刚才画馆长提到的 那么主要也是因为跟我们谈到这个文化的问题也没有关系 那么画馆长看到了米勒这幅画 是一个农民推着小车的丰收 是吧 这个图推到的图类 推到那个仓房子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米勒在当时的绘画 他是跟他们西方的传统有一个小小的革命 因为他画的不再是贵族 他画的是农民 而且画的是田间的农民 那么这个跟贵族很不一样 其实很感动 是是是 确实很感动 那么这个就是艺术的感染力 我们就是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欣赏 但是呢 如果说是从法国当时的另外一个他们的文化的角度来看 他里头有他的文化含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感受到 他的文化含义就米勒个人来说 他是一种比较接近于新教的一种宗教思想 那么他的表现出来的不再是教宗啊 不再是就是圣母马利亚这种情况 而是一个简单的农民 他可以在农田之间听到晚上的钟声 激发他心里一种宗教情怀 他在田野之间就地下头祷告 那么这种是一种更本性的 更本能更原始的对于宗教的一种文明 那么这个推个小圈进到这个仓库里头 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在新约上经里面有提到就是收割的时候 那么耶稣说到我们这个外面的骨子熟了 庄稼熟了要把它收割起来 还有收割的时候呢 其中要把麦子和麦子分开 这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宗教的一些比较细微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他当然不可能用文字说明 但是就是熟悉圣经的人可以感受到他这个点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艺术表现出来以后呢 我们有两种甚至于三种四种更多不同层次的 对他的一种反应和思想 那么这次策展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也表现了也反应了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这次策展是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一方面是由董二维先生 他是自己的父亲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化接触的稍微多一点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一些美国同事 那么这个也包括非常资深的一位David Parrish教授 那么另外是两位就是我们这里策展的 因为是主管摄影 因为是那个馆长 那他们的这个方面对于艺术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涵养 有他们自己的眼光 我们在一起选择了这些我们认为特别精彩的绘画作品 把它拿出来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那么我们去董二维先生家里看画 非常愉快的经验 大家一起讨论 把认为最有意思的拿出来 那么我们也尽量选一些适合一般人的可谓 那么在这个拿出来之后呢 美国人现在有一点没有意思 他们说我们要讲个故事 怎么样把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话 串成一个整体 串成一个有机体 让他能够很完整很好的叙述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里头可能我贡献的意见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觉得这些画呢 因为董二维先生他的一生是从1920年代 一直到1925年代出生到2006年 正好跨越了中国三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一个是49年之前 基本上是中华民族这个传承的一个时代 对于绘画也是那个时代的反应 然后在49年之后 是一个新的变前 是一个 等于是说就是有一个天地之间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49年到76年之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 董一方先生的作品呢 也有非常生动的反应 他也非常努力 希望能够配合这个新的一些政治思潮 和一些新的政治意识心态 用一个画家的体验 用一个画家的他的才能和他的一些训练 把这个时代给描述出来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看到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么49年到76年这一段作品 当然是他的一个主干 因为这是他最年复立胜的时候 到了76年之后 改革开放 那么画家他们有一种新的处境 就是一方面他们可以就是 选择回到他们自己愿意画的主题 那么在董一方先生来看 我看到从他的作品上看出来 他又回归到自然 但是在他回归自然的同时 他也有几个不同的指导观念 一个是回到中国的传统里头 去找他的技巧 另外一个是回到自然之中 去寻找他的灵感 然后我们看到他在晚年的时候 我们待会儿都会看到他的作品 我们还会请画馆给我们解释 就是他怎么样把这两种 一个是传统 一个是当下的一些感受 给他非常好的结合在一块儿 谢谢 谢谢 非常巧合这个 我想问一下 正好和高主任 几个月联合来一起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在报告上 和王达斯坡在讲 我们讲农中的问题 像我们收获的问题 那么河南这个农业大省 中国的农业大省 您一定是下的 下乡 多次下乡 那么社会上出来的农业大省 就是我过去的 在七十年 在中期的时候 前期中期的时候呢 去临县 我们去学生 那么他主要还指导了 临县的农云化 还有儿童化 这个是当时 他和江苏东国防园的 联系非常紧密 江苏东国防园 当时祝民国防园 为组长 带领江苏国防园 一批中老年 中青年的讲话家 走遍了山东 走遍了河南 就是为了找到 当时是怎么 对国防园的表现 才能正确地传过 国防园的二十四所的乡村 这一切被当时的 我们美术委员记的老前辈 王鸿针记不下来 他特意写了一个回忆录 而且以后 农民方多次和江苏东写信 讲了他自己的感受 而且他对当时的这种 他俗话的传播 又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那么您到这个 您走出过程 到河南相处去做科科普及 您发现了什么 具体发现了什么 如果在普及当中 这个 如果在过程 或者是我们在画家 在画相争题 或者普及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感想 可以讲一下吗 好的 因为这个 就您也提到了 农民方先生看了 就是去深入到农村 包括画一些我们的农村的生活 和农村的建议 以及我们的 包括他还介入到农民化 这个 这个辅导之中 就是我认为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就是 农民方他 就说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辅导农民化呢 这也不是一个单一现象 就在河南也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农民也有绘画的权利 也有绘画绘画的需求 它是一种文化上的需求 就是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的城乡发展的文化 均衡性 还是有体现 有体现 而且 我相信就是 董一方 这个类型的画家呢 就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为 是一个画家 就这个问题 我没有深入地研究过 但我感觉到 就是以往呢 我们的画家 也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画家 就是很传统的时候 文人他是有一个身份 但到20世纪以后呢 这个钻链就很明显 文人的身份 和这种焦虑感产生 就是它是一种 什么样的社会的身份 对于社会 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 托迹人过程中 就是它存在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新农民建设完之后 有一部分人认为 对文人是一种 包括对画家是一种压制 但他没有看到另外一种 就是 他找到一种自己 能投入到社会中 就是我不仅是一个画家 我也可以参与到社会进去 就是他重新把它 我们中国一直有那种 架国天下的情怀 他不是说我只沉浸于 他是 他是 雄子独产其身 是吧 他一直有这种 间济天下的情怀 他想介入到这个中间区 所以董一方他到农村去也好 画农村也好 画我们的社会建设也好 他一直有这种情怀 所以我举个例子 有他这个三门下水田站的理念 这个大坝他画了很多人 但董一方他并不是不懂传统 他跟着齐哲文学上学习中国的山水 他很了解构图中哪些应该有 哪些应该没有的保持生体清 比如说大坝上面的人 和大坝中间的人 按我们说数量已经够了 但是他还多加了一些 就是我们从绘画角度来看 有些人家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在旁边趴着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绘画的技法的舒服 和他面临走入生活 面临现实的震态对他来过 这种心灵的震态是巨大的 那是人攀岳的那么高的地方 去在这建设 去改天换地 在他看来这种震惊感 这种对他内心的这种冲突力是强大的 这个时候什么技法的舒服 传统的这种 是不是应该这个地方不华人 就保持留白了 都不重要 他要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 艺术家只有和这个生活 去真正的结合 他不是一种简单的 像我说的这种 片面理解的是一种政治 但可能会政治不 他远远不支持这 他包含着但不限于这 他有他自发的需求 和他内心的要求 我相信他不是像别人说的 这个艺术家都是为了 为了想像这种号杂 我架下风气干啥 我刚才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明显 他完全可以不划那么多人 也可以按照他传统的计划中 让他保持着传统的文人化的构成 没有问题 当然他不是这样 他是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对他最震撼的 包括他和这个 他他们下期就住在农民家里 是吧 就和农民同吃同处 以前的文人他有时候 他虽然他接触的环境中和这个 是不同的 这种传统性 包括农村的生活 对他的改变 因为我们那时候提出一个改造 改造 每个人都需要改造 包括画家 他就在生活中 重新的让自己脱胎化 他的人生 他的艺术 就有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到下面去做普及 也不是简单的这种居高临下的做普及 就是他有文化需求 我们是做服务 是满足我们各基层之间的文化的服务 但我们从这种服务中 就是在这个具体的实践中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收获 包括他们也去下乡 去做这个深入生活的这种创作 实际上一方面 我们对下面的文化是一种 说高一点的学龙扶持 实际上最多的 受益的更多的是 借助到这个 基层之中的人 在历史上 他的社会想要更多一些 找到了这种活力 圆足的一些东西 生活的这种鲜活感 从中所活力 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各位 我们已经讲了将近五十分钟 如果我再提问的话 我们会还继续讲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应该以实际例子 画家长和画家长 带队 王教授 解读 高密的旁边 天存江 然后大家走一个圈子 然后呢 好 我们现在请 三位嘉宾 接下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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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走 走 先向我们五位学生 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谁 叫什么名字 大家自我介绍近一点 近一点 可以 可以 但是地上有条线 我们只要留在这个线的外边 没关系 尤其不能碰到小壁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北美留学生杂事 普通卫视 我是的社长 然后呢今天也是很高兴 因为我们的就是 advisor是汪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就 带着几个社员一起来帮忙 然后也很高兴看到这个画展 我实际上呢之前也看到过 他们一方先生的画展 在国内看到过 所以呢这次也很高兴 既然在我们自己学校里面看到他的话 嗯 你学什么专业 哦我吗 我是学食品科学专业的 可能 听起来跟这个社团有点不搭 但是呢其实 做 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学理工科的 但是呢他们一样呢 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呢 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所以说实际上 我们做杂志跟这个专业实际上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只要自己的爱好是这个就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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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郭瑞今天在这里读演艺了 觉得是知道的 然后现在在走生产这边 好 中文介绍你也可以 中文 对对对 就 怎么 要言吧 要言 做一些 现在转方向做一些生产 然后现在担任郭瑞斯的秘书处部长 我说我是个人是没有什么医学细胞的 但是来到这边 觉得 氛围挺松 我看 真实话最 我觉得最早的渠道1932年 但是 虽然说不理解 但是 那种 也会背后包含的分量 有什么感觉 马上就会有一个 我没有 表演 这样讲 我实际上是讲解 其实 我理解这些话 没法能 一样的说 没法能讲 各位老师好 我中文名叫 何银 然后是高幕式的一个新成员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传媒 现在是大力新生 就没有想到可以在谷徒看到 说过传统的画展 就感觉很亲切 然后很荣幸能来参加 谢谢 各位老师好 我叫刘智美 然后我的专业是大脑与心理科学 就是介于心理和生物之间的一个学科 然后 我个人是就比较 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接触过抽象表现主义的就是画画 然后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艺术 然后而且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做过设计 就是平面设计还不知道什么 所以可能对于艺术稍微了解多一些 但是可能对国画并没有特别了解 然后对 然后今天觉得 嗯 早起挺挺值得来看一看画展 嗯 谢谢 各位老师好 我家老师 因为我今天是在这里读到学读精算语业 然后呢 听起来也跟艺术跟没关系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就是 嗯 在这里画展里面有这样就是 有中国人来办的这样的画展 我对这个气氛很有兴趣 然后呢 也想突然提议一下这样的气氛 嗯 然后就刚才听了一个大概五十多多分钟这样的 大概对这个的一个笼笼的讲解 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许多阔了解了很多以前没有了解过的细节 所以想多多用这样的这样的讲解 对于自己的想法也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现在好我叫马肖是普渡大学那个艺术学院的 也就是就是我的本专业啊 然后我现在是研究生 然后今天呢 我就机会来这协助拍摄也是挺荣幸的 然后也很高兴的因为这些大师也有这样的机会交流 谢谢 谢谢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幸福我们早期的很早 星期六的早晨 我觉得 呃年轻应该今处早晨睡一觉的最大时候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现在就请呃 后馆长王教授和高原主任来来来解读 嗯 嗯 买网教授 嗯 买网教授 买网教授 嗯 嗯 其实这个话应该先让我们王教授 可以可以 我这个大家 对了 因为他一定是算清淡郡这个 我听讲清淡郡 他在新德国的时候也已经很大了 其实他的高峰期在民国时期就是这个 听讲清淡时期 那么说的不对大家 请多纠正啊 呃 这幅画呢 是我们有一位同事 他是他非常喜欢的一幅画 那么我们看到这幅画是非常典型 非常传承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种画法 那么这个是 这幅画是呃 秦仲文先生 那么秦仲文先生 是董一芳先生 他的中国画 国画的老师 他在1932年的一个作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他 嗯 在这有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受到中国传统画的影响 呃 这个不用我说 大家都能感觉到 比方说这个山水 我们看到山水 底下这边有一些 颇石 像这种颇石的那个画法呢 有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脱胎于董元俱然的 这种繁土村 呃 繁土石啊 那我们待会儿可以在这个 呃 董一芳先生的画上面 也能找到 那么另外这种山的那个 山上面的这种呃 呃 这种村法 还有到了这个地方 它是结合几种不同的村法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简单的 是一种横点 那么这个横点呢 有一点点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这种山路的这个处理 是从米家山水转换过来的 那么这一小段的山 画得很像米家的山水 那么就是有一种烟雾 暈染的这种感觉 那么用了很多的是 比较湿的笔法在里头画 然后这边是一大片的云雾 那么在这个云雾跟这个山的这个颜色 这个墨色之间的这个对称 相对来说比较深 这个也也让我们能够想到一点 啊 这个是这个啊 像董奇昌 连董奇昌都一下子想了出来 让我们能够想到董奇昌的一些画画 它也有这种的构图 那么整个这种山水的构图 还有这些的一些小树石这种房子 也是非常接近明朝的人 尤其是让我们能够想到文哲明 或是沈舟 这种他们无门四派的这种画法 那么这个画里头在我个人粗钱的感觉 我觉得它也有一些比较新的画法 比方说像在这里 这个船的画法是我们在中国的画里头 比较少见的 中国画里面的画法 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亭果在这个码头上面一些小船 或者是愚人一小愚舟 那么看到这个船呢 它细节比较多 我们觉得也奇怪 这个在中国的这种山水画 文人画里头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它上面提的字 它说门对青江曲 春莲古博长 我觉得发现这个画家 它其实要表现的呢 是一个当时比较 可以说比较现代的一种情况 那么门可能是说这个文人的这个门 我们看到这里 它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这里 那么它面对的是一个清澈的江水 这个江水转弯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 有几个人家 春莲古博长 这个是宝玉的甲 但是在这里呢 我想还有一个读法 是商骨 就是商人 那么这个小村庄呢 它不只是一个与世隔离 这个文人在这儿修心养性隐居的地方 同时呢 它对外是有所沟通 有所联系的 那在这里它的联系是 有很多这种商骨来往的小船 那么这个是在古代 商人 是吧 对我们这个在 商家 那我们这个在古代呢 这个是 一般是不表现 因为我们知道 士农工商 这个四个等级 把商是排列在最底下 认为这个商人是一身同臭 谈不上这种文人的墨乡书乡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 这个秦仲文先生在这里 把这个商人也放在这个里头 而且他能够把这个商人表现的 也很有意思 放在这儿 所以就是这一幅画 我们看到他也是开始考虑 就是怎么样 让中国的传统书画 能够更接近现实 更接近他当时的一些情况 好我暂时说到这儿 王教授讲的非常好 其实这时候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革 是的 您比如说 他其实是画的一个长江的部分 有村庄 有码头 其实这是码头 是的 然后有什么呢 有商业的船只 和过去古人画的那个 范的青舟是不同的 是吧 过去就是文人雅 还是陪个一搜啊 什么锤调啊 是吧 和好安门的事情 不联系 其实 其实这一幅画 他描述的是什么 其实描述的就是这两句诗 对 他就是描写他 我想是他自己心 因为他要表达一些远山 你看 米家山水没有很少有近景 大部分画的都是中景和原景 他为什么 第一个呢 因为远树 他用这个亨比 为什么叫米家米一点村啊 他像大米明 所以 就米一点村 但是他这个村法最适合什么呢 最适合画这个中景和原景 前奏同样用米点感觉是远树 山上同样是米点感觉是我们的小的灌 有的实际上 山上现在我们就知道 你看远山全部是绿树 你看不到枝叶 但是他用这个米点来表辞 然后他还有一种理念 就是山一山的分界线 他用这个强调一下 就是他有很多种的含义 所以这一章 就看到了我们文人 但是在西方注意不到他的变化 西方用的读头可以看 不是还是这么 是吧 因为为什么他不懂的 因为他没看到诗句 是 如果看到诗句了 你感觉就有意思了 他为什么叫文人画 像 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 这两句写的 有视频有视频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欣赏过去的文人画 一定要理解他的提拔 然后再看画的内容 这是我给同学们的这样讲 好 好 那么我们下面看到这一幅是秦仲文先生画的一幅梅画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绘画里头 到了山水以外还有花鸟 那么在花鸟里头又可以细细的分刻 尤其到了宋朝以后 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 那么开始 文人开始画竹子 不只竹子 然后渐渐的呢 梅兰竹菊成了四君子 就是在画里面表现出来这四种不同的植物 我们也知道这些植物呢 也代表了文人的个性 尤其是梅花呢 是代表文人一种坚毅 你不把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冰天雪天 当中还可以开花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那么在这里呢 秦仲文先生画了一株老梅 那么这个老梅的枝干呢 非常盘曲囚结 那么是表现了一种在这个 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 这个梅花一种 是 欣珍求生 不只是求生 并且是粪粪的精神 那么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文人特别常常表现的 那么在这里他在这个空的这个地方 左边就稍微低一点提了几个字 那么他提了这一首诗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作的诗 《纸窗毛屋横书影,十月梅花正作画,何处平生最相依,断桥梨落老夫家》 那么这个诗呢提的是虽然说是比较平常 我们每一个字没有看不懂的 但是很有文人的韵味 那么这幅画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这个是有湿笔干笔 那么还有非白交错运用 那么梅花这个出枝也是非常的有力 有迹象上面这一笔向上去 那么梅花的这种画法 这个花瓣有符有正 互相的相辅相成 那么这个墨色的浓淡的这种变化和配合 都非常能够显现出来作家的功力 我们请画馆长给我们再评论 讲得非常好 研究的就是实难 确实 你看从这地方我们从老师到学生 布展顺非常好 一个转换 就是这个转换体现到什么呢 体现到董一方先生的传统功力很深 刚才他已经讲我们传统的技法了 他非常的深厚 画的非常的标准的我们传统的画鸟画 秦中文 秦中文 而且他非常的标准 画的也非常的好 这一张我认为是他传统画鸟的代表作 但是文人为什么喜欢画竹子和梅画呢 他表示他的轻高 刚才我们的高主人已经说了 艺术家49年是要改造的 我们要他的改造是什么呢 要用西方的语言是平等 我们不能高高在上 我们应该平等 不管是不是农民也好 工人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官员也好 我们都应该平等 所以那时候提出改造 打破我们的 史戴夫的那种思想 这张画其实古人经常寓意 他不是梅画 我们一看 怎么就画个梅画上 其实他是来表示 我是很高纯 其实就是这样 他在一般 这都是文人失落的时候 最容易画背 画和竹子了 你看毛泽东在困难 这些写诗 大部分都是写的永美 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画 我们这次布展有一个构想 就是能够展现画家在各个不同阶段 他们的一些代表和一些探索 那么到了这里呢 我们看到是一个探索 那么这个探索是秦仲文先生在1955年做的一幅画 到了1955年 我们知道新入国已经建立了六年了 那么也鼓励各个画家开始做一些新的不同的尝试 我们看到在这里秦仲文先生他的画风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们看到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秀雅的非常符合文人口味的这么一种横圈的山水 但是到这里呢 变成一个大幅的立州的山水 那么这个是秦仲文先生他自己的技法上面一种突破 在这个时候他受到国家的鼓励开始不只是技法突破 同时开始去中国各种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在北京他住的这个地方附近 也去了其他地方参观真山真水然后根据真山真水来写作来绘画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文人画呢他虽然是看了真山真水 但是他往往不一定是在当地就是对着真山真水画画 还是回到他的书斋里头把他的一些印象把他一些想法画出来 所以这个还是相当一种是外师造化 这个是内法心源还是一种内心的这种画法 那么我们看到就像这个山水呢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同样感受的山水 但是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真的找到这个山水恐怕很难 那么这是八家他自己的一种诠释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 他的村法跟刚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像这种村法其实是中国文人画从董奇昌以来 并不是非常赞同的一种村法 那么他认为这种村法呢可能是太过于强横 那么就失去了文人的一种优压 对了是觉得比较粗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秦仲文先生 他在想要突破他自己的限制之后 他开始就采用一种比较粗犷的一种批法放在他的里头 包括这个整个山石的构造 那么不再是原来的像那种圆润的山水 我们看到有非常尖的这个石头 所以是很不同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们现在请管长再进一步的解说 这张其实他画的也是非常好玩 是吧 他肯定是画的北方的山 我们北方的山肯定是 在北京呢 有时候出这种词后 北方的山 太行山系列啊 或者其他山的系列 和他画长江那么的山 是不一样的 这边是长江的山 南方的山 虽然他画的还是传统的建筑 这是传统的建筑 其实这都是概念化的建筑 他已经形成奇怪了 该画的 是吧 时代改变 对比 确实不展震动性 但是外行肯定都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确实 刚才 大家好 刚才我们和大佬直播 共同了一下 因为我们 追求 那些认为 我也是 在住哪里 给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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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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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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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这个波浪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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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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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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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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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